我們今天啊 吃點不一樣的 怎樣不一樣 今天呢 把幾乎所有最臭的東西融合在一起 真的啊? 例如 榴槤 臭豆腐 還有螺絲粉 喔 那個味道很重 對 它三個融為一體 很奇特吧? 我們今天就來吃吃看 應該說挑戰看看 重點是食物 特不特別 好不好吃 走 重點是用這裡點餐的 我點這個 剛剛那個店員工會講說 現在沒有臭豆腐 只有豆腐 變成是榴槤螺絲粉 很可怕啊 也是很可怕的 點一下 繼續 我們再看看有什麼特別的 好多都賣完嘛 對啊 好多都賣完 你看是大堂 嗯 那你叫這個啊 還請他 真的 臭豆腐 好 我們的美食上菜了 我這個榴槤螺絲粉 味道有夠重的 我還是在那個封口那邊啊 我才正上方好不好 有夠臭的 沒關係 我們先吃旁邊的 再來吃這個 因為吃完這個螺絲粉 我看旁邊的人應該都沒味道了 有可能 對 有可能 來來來 我們要準備小碗 來 先吃你的這個 感覺I own the 最期待的 你這個是七七乾拌麵嘛 招牌的 那借我打一碗 好 然後整碗打去這樣子 換一個碗 欸 這個感覺不錯耶 很香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麵條很Q喔 看一下 看得出來嗎 挺Q的 七七乾拌麵 吃吃看 嗯 這種乾拌麵啊 就是標準的 不用什麼料 就很香 你要料的話 怕旁邊有他們的湯 這樣配的吃也挺爽的 我覺得它這個調味是簡單 然後但是麵體很Q 很好吃 這是有入味進去啊 嗯 還有小菜耶 哦 醃蘿蔔吧 嗯 有的時候開胃菜 味道還蠻夠的 嗯 來 就我打一碗湯 我們三個人會輪流試吃對方的味道怎麼樣 青花椒雞湯 它的湯頭很清澈啊 它真的很香耶 欸 不錯耶 它辣度大概就是小辣再辣一滴滴 好可愛 這是不敢吃到的一件接受 是 看不出它是這個味道耶 嗯 我以為它只是普通的雞湯味 竟然真的是叫媽味有夠重 嗯 很濃郁哦 來吃看看他們雞肉 嗯 雞肉有點柴了 它在精華真的已經融到湯裡面了 正在來熬湯的啦 嗯 這樣我覺得200塊有長198 我覺得很OK 還有含飲料嘛對不對 它重點是湯頭真的不錯啊 裡面還有一個鮑魚哦 你觀眾看一下 這是一個小鮑魚 也不錯了啦 它是韓可的 看得到喔 小鮑魚 你吃吃看味道怎麼樣 就是正常 還OK就是了 了解 因為我覺得以這個價錢去算啦 畢竟它是店面嘛 對啊 工藝路很競爭 嗯 真的 你看裝潢呢 乍看之下我還以為是飲料店 來 來我們來煎到下一道 我這個是醬拌麵 這個是醬拌麵 XO XO的喔 這個看起來比較辣喔 XO醬會辣嗎 感覺應該會辣一些 麵體是一樣的 Q彈 哇麵體一樣 嗯 這個有翻醬的 嗯 這個感覺有點海鮮味 吃得出來有差異性 像你剛剛那個的話 偏香 這個海鮮味偏重 可以有尖叫啦 如果你本身喜歡吃點海鮮味的話 這個XO醬不錯的選擇 也不錯啦 每個都有它的味道在 都很入味那種 融在麵體裡面去了 而且麵又Q 嗯 這個也好特地 要拌一個辣醬 對 這個就沒有辣啦 有點小口氣 有點辣的話應該更過癮 但味道不錯的更好吃 我們這鍋是牛奶湯 對 給大家看一下它那個湯頭 乳白色的湯耶 很濃 很濃的 這是跟牛奶一模一樣 它有蠻多貝類的耶 海鮮耶 旁邊還有淡菜 這個海鮮也不手軟耶 它干貝是這樣子 它蠻多顆的 它這種小干貝 它蝦子有刺激 這個大小的 喝看湯頭 牛奶味非常的重 就是我們吃的順序的 蠻不錯的 剛吃完這個 然後喝這個回甘 哦對 它的牛奶有點甘甘 因為可能加到海鮮 一開始喝下去的時候 真的像喝牛奶 慢慢順一下下 就有海鮮的味道 很Q 小干貝 蛤蜊很大顆很鮮 我要吃個淡菜 蝦子我一樣去頭去尾 吃吃看哦 蝦子主要是正常來 它比較小吃一點 對 好像我們叫泡菜 還有鴨血 先吃吃看泡菜好了 來來來 自己夾 嗯 它比較酸一點 嗯 比較酸 又比較辣 它泡菜口味算是重的哦 我覺得它試了一開始 加在麵那邊 哦對 可以搬在一起 不錯 嗯 麵也還有啊 對吧 我們先繼續介紹小菜 介紹完小菜再叫做大魔王 來 鴨血來一點 嘟嘟還OK 蠻大塊的 噢 嫩哦 很嫩 可是蠻辣的哦 嗯 辣也可以 辣度大概接近中辣 味道蠻重的 它是重口味的可以吃吃看 接下來一路重口到底了 真的 是重口嗎 來吃一下最後的大魔王 該來的還是得來 交給你啦 其實我有點怕老實講 因為味道有點重 對 你們也可以來幫忙吃一下 哈哈 我會怕 味道好臭 沒有 拌還好 拌一下味道就來了 我吃看 其實沒想像那種臭耶 聞比較臭 聞比較臭 還有他們的那個酸豆 你們看一下 這個酸的來源 他們那個店家跟我們講說 先吃本身的麵的味道 再加榴槤 他就這麼跟我們講 所以我就先試試他的那個麵體 看他的味道 好的 辣腸 嗯 辣腸不錯 你們要改一點 一小口 嗯 我會怕 你會怕 嗯 它有點辣哦 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好辣 那這樣就好 來來一點豆腐好不好 他們原本是臭豆腐 現在改成普通的豆腐 但是我個人認為他味道已經夠重了 也OK了 再一點酸辣的 OK 他有加點高麗菜 他辣度真的還蠻辣的 會辣哦 你看這個 辣豆皮 重頭戲啦好不好 好 榴槤 他有先跟我們講說 榴槤可以先吃半顆 吃吃看本身的榴槤味道怎麼樣 分開吃的感覺 它冷凍的 很冷凍的 好 那榴槤大家很喜歡放冷凍對不對 我先把紙去掉好了 我看起來好軟 嗯 那很甜耶 這樣吃了都不想加進去 呵呵呵 還是要加一下 你加半顆啊 我加半顆 我先把紙秤出來 好 紙秤差不多了 我們來加進去吧 加進去囉 這半塊我自己吃掉 我第一次這樣吃 再把它拌進去 好快的味道 有榴槤的味道 又有蘿蔔粉的味道 差不多這樣 會配榴槤一起吃嗎 應該是 好 先吃粉 那個 榴槤 還有什麼蛋 我這樣講好 麵餅有點臭 確 真的 我吃那個螺絲粉 配那個榴槤 吃到螺絲粉的味道 有雞皮疙瘩 有一點耶 真的 還是我臭到麻痹了 我身體反應是臭的啊 身體還是很老實的 雞皮疙瘩 我覺得這個算是噱頭啦 也可以挑戰看看 味道不錯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 雞皮質不錯 好吃的話 你可以加標準款 又算是吃得飽 基本上應該這個都不會差到哪裏 對點都不錯 因為我們剛剛隨機點而已 算是都有特色啦 那我們吃一吃 把它吃完再做個結尾好不好 吃飽了 這隻辣感十足啊 剛剛我們發現啦 是一開始 你鼻子還沒有試驗的時候 非常的臭 還臭到後面習慣了就還好 甚至吃起來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你除了可以新奇挑戰之外 愛吃辣跟愛吃臭的 其實也可以點來吃吃看 那這一間呢 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影片要結束的話 爽我們就訂閱 隨便關心 各位朋友 我們今年 產片量會增加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們 甚至強迫你朋友 訂閱我們 你看連我家貓都瘋起來了 爽一定要訂閱就是了啦 不爽啦 不爽再看一遍啦 看到爽為止 強迫我們訂閱就是了啦 馬上衝起來 太兇了啦 了啦 不然 不然 太兇了啦 不怕